第六題 阿澤在進行熱量與物質溫度變化的關係實驗時 若熱源的大小 熱源與燒杯的距離均相同 且熱源所提供的熱量均被水吸收 当100公克的水與200公克的水 从初溫同為25度C开始加熱至沸騰前 其实验結果的图示下列何者正確 我们晓得水量如果比较少 溫度上升變化會比較快 所以選項的A或者是C有可能是對的 因为他们的100公克的温度上升变化比较快 但是题目是说 从初溫同为25度C开始加热 可是选项A是从0度C开始加热是错的 C才会是从温度不是0度C 25度C开始加热 所以第六题问我们说 其实验结果的图示下列何者正确 我们答案选的是C 谢谢大家